家人相聚就是最快樂的時光 跟家人相聚都幹嘛 有人生牙齊牙 大家南部有限定的 生熊店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生熊店 而且有些熊店是時間限定 股長外面線 有鵝啊 有大腸 還有真的熱騰騰的豬血糕 二十幾年前 廣東路夜市還在時 這一攤就在這裡 再次趁著限時回歸兩天 重溫往日回憶 廣東路夜市收了之後 不少攤販移去瑞光夜市 來找回憶的不只是消費者 這一攤炒泡麵的老闆 過去曾經在廣東路熊店 賣過火鍋 現在改賣炒泡麵 這個時候重回就地 滿滿人潮 讓他冒足了權力備料 廟前夜市攤商賺飽飽 像是在屏東中一池 前面的西式夜市 美食人潮也不少 這一攤要扇排骨 排隊人潮絡意不絕 一個晚上營收將近萬元 而廟宇通常是當地的宗教信仰 聚集人潮的效果 看來是一人一的好 年成商圈推交財貓紅包 準備過好年活動 懶客重頭戲 還有過年期間限定新樂街市集 民國55年開辦至今 只擺除夕到初三 堪稱過年限定版 商圈店家間去流傳這個訊息 寫著我們理想通知我 因為疫情等等限制 今年決議停辦農曆年 除夕到初三的新樂街大永路 封街農曆年趕集 恰好遇上55周年的 期間限定市集 真的可能喊咖嗎 地方人士證實考量防疫限制 原本的確有意暫提一次 這下換成店家和居民有意見 兼顧商機和防疫 峰回路轉 新樂街市集在過年期間 仍然有的逛 擔心受到疫情影響的 還有屏東潮州市集 2021年改版比往年多 把一天喊出除夕到初四不打烊 也有超過30年歷史 就怕攤商觀望 職工所喊出停辦就退廢 擔心年節商機機不來 以千把一劑預防針 這種南部過年的限定熊燈 為什麼只有在南部才有 北部好像很少聽到對不對 先說明一下這種熊燈 其實是在一塊空地上 然後再固定某幾天 來去做攤商的一個擺設 這裡的某幾天 有時候是一個禮拜的某幾天 有時候是久久固定一次 裡面擺設的商品 就是以商品的叫賣 或者是遊戲攤位為主 小吃攤比較少 所以這種熊燈 它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在那邊叫賣 你可以看到在那邊腰貨聲 當然講到這裡 你就會說 那不就是跟我們印象中的 夜市很像嗎 所以有網友出來問 那有人說 這就是老一輩夜市的說法 那也有人說 千啊 我知道熊燈 表示我是老一輩就對了 那也有人說是 那個熊燈就是夜市的台語 那其實這都不正確 那什麼叫夜市呢 我們來講它的定義 其實傳統市場 有分為紮期跟美期對不對 就是早市跟黃昏市場 然後如果到了晚上 繼續營業的話 就是夜市 那所以這種夜市 也是天天擺設的 那不過因為是晚上營業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都是賣一些小吃 所以商展的小吃攤很少 但是呢 這個夜市的小吃攤 反而占大多數 商品的擺設比較少 所以這就形成它 一個很大的一個差異 像在岡山這邊呢 就有持續了兩百年的這種 過年限定的一個熊燈 叫做羅匡會 那它一年只辦三次喔 包括媽祖的誕辰 還有中秋節前夕 以及義明節 所以有機會可以去參與看看 去感受一下什麼叫做熊燈 而且了解一下 它跟夜市有什麼不同 好 我們這個主委還帶來了 過年應該可以吃的高級乾貨 是不是 是 來介紹一下 我有帶來一個魚標 這個魚標也是 這是花椒 也是魚椒 這個是非常養給美容的一個食材 在過年大家比較有空 可以拿來薄根基薄湯 這個非常營養 它的膠原蛋白非常多 你說這一片多少 這個是比較好的 這個已經要十幾萬 這是一整隻魚的魚標嗎 對 它這是很大隻的一個魚 是免魚的 免魚的喔 免魚 那像這個是鱸魚 這是鱸魚 鱸魚就三千多塊而已 其實鱸魚也是很好 它是屬於那種膠原蛋白非常多 還有多種維他命 這個非常好 這個其實在過年的時候 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拿來煲湯 今年過年反正也不能出國 就在家裡吃好一點 好好的煮一點補一下 那這個海生有什麼 跟別的海生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北海道的赤生 其實過年因為大家都有空 赤生是沒有膽固醇的 那如果大家在家裡 可以可以發這種赤生 做紅燒赤生或是 所以他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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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從發到好 大概六天 六天 六天 第一天放到水裡面 然後第二天開始煮十五分鐘 讓它煮完以後悶著 等它冷了以後再放到冰箱 冰箱然後隔天再把它開肚 開這個開肚以後 讓它慢慢漲 漲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時候 再把裡面的腸子拿掉 這根本是帝王人家的食物嘛 哇這個非常好吃 而且它是沒有膽固醇的 哨聲一響選手們賣力 向前跑為的不是趕快奔向 終點拿冠軍 而是要吃片澎湖 小吃美食 龍蝦水果沙拉 龍蝦水果沙拉 等不及要一口客下龍蝦 這場路跑比賽沿路設有 12個補給站 不過主打的龍蝦限量供應 想吃到腳步得再加快 洪湖居到跨海馬拉松 全長42公里 不只沿路欣賞的到跨海大橋 及漁翁島燈塔玄武岩 名列前方或是有裝扮的參賽者 還能直接把30隻 大龍蝦帶回家 共吸引近3000人來參加 這次路跑挑戰選馬的民眾 報名費為1200元 半碼則是花費1000元 就可以吃到超澎湃的餐點 包括龍蝦水果沙拉紅燒小館 以及龍骨斑海神舟 除了讓跑者飽覽澎湖的海景外 特色補給站提供當地美食 更是一大亮點 以龍蝦為號召的 鞠島馬拉松賽 果然成功製造話題 好 我們來看看 最近這兩年很夯的 還有一個活動是什麼 路跑 怎麼會這麼夯 甚至沒有辦法辦 大家還為之的哀嚎 怎麼回事 比如說這個在中部雲林 這個地方有一個 台灣全民運動協會 他們就跟當地的斗六的 這個事工所合辦斗六碼 斗六碼其實蠻有名的 你知道嗎 他後來追加名額 主辦單位追加5000個名額 可是又全部秒殺 為什麼 因為他報名費只有690塊 不到700塊 你知道他送的東西 那個跑鞋啊 大概就2000多塊 還有我們穿的那種 這個運動的這個Polo紀念衫 那不是賠本生意嗎 賠本生意可是帶動地方光光 Polo山也要580一件 加加起來價值超過3000塊 可是地方的觀光 比如說路跑隨便都買 超過1萬個人報名參加 一個人消費500塊好了 那地方隨便一下 一天就500萬元 而且有住宿 對 還有住宿 很多人因為套炸造 所以很多人走去那裡 這就能夠解釋 為什麼賠本的生意有人做 地方觀光振興就好 再來香蕉怎麼換鈔票 這個是高雄市的旗山 旗山是一個很有名的山城 盛產香蕉 我們的國片都拍過好幾部 大家都覺得 哇 吃個香蕉 旗山的香蕉都特別好吃 而且這個香蕉啊 你在跑馬拉松的時候 一般都是礦泉水 什麼補給品這樣對不對 運動機能飲料啊 它這個是連路都香蕉 你跑的除了口渴之外 你想要邊啃香蕉 邊吃香蕉 然後不要噎到腳了 還這樣跑它滿路都香蕉 這樣會長肌肉 運動完吃香蕉就是長肌肉 不用錢 我跟你講 所以還有一些水果都擺在那邊 那大家會講說 哇 那這樣子香蕉 會不會賠錢 不會 又不賠 我跟大家講 起碼地方人士預估啊 帶進兩三千萬 到五千萬的這個商機啊 因為每個人到那邊 也會住旗山 也會到那邊玩 平均甚至一個人 消費可以達到兩三千塊 都有這樣一個狀況 那還有一種是跑出 當地的飯店 全部都滿了 在哪裡 宜蘭礁溪 礁溪像我們最近 這個天氣冷 寒流來的時候 最喜歡去泡湯對不對 那在這邊辦的這個櫻花嘛 有點類似像日本的時候 邊跑的時候 你還可以看那個櫻花 然後那個風景很漂亮 在宜蘭有櫻花的美景 而且不只是這樣 全家出動 爸爸跑全馬 媽媽跑半馬 小孩子跑那個體驗組 跑不完沒關係 你可以看個美景 用走的都可以 跑完了呢 全家在那邊泡溫泉 然後很享受 所以那邊宜蘭礁溪 每逢辦這個礁溪櫻花碼 之後辦店全部秒殺都客碼 你根本訂不到 不要在人家辦櫻花碼 之後去訂宜蘭礁溪的辦店 保證大家訂不到 而且跑完泡湯最好了 沒錯 剛剛跟大家講 什麼櫻花碼 香蕉碼 有一個全台灣最有名 這四五年來最有名的 叫做田中馬 前陣子我朋友 找我一起去報名 他們已經辦過了 結果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新聞畫面 就看到三立新聞 去拍那個 哇 滿滿的烤乳豬 我是為了烤乳豬去的 聽說那個田中馬 我很喜歡吃 那個烤乳豬很好吃 跑完吃烤乳豬 比較不會有罪惡感 但是一樣會變胖 那田中馬最夯夯在哪裡 就是彰化田中 本來大家都覺得說 在六都以外 彰化縣算是人口大縣 127萬人 可是沒想到 人口外流嚴重 後來從2012年開始呢 就地方人是想到說 辦那個田中馬 也就是說 你在田中跑那個馬拉松 不管全馬辦嘛 你在那個 真的是田中間跑 因為旁邊都是 田園鄉村的這個美景 結果呢 現在開放訂票啊 結果只要田中馬一辦 兩秒鐘就秒殺賣完了 他那個報名費 兩秒 以去年來說 中千率多少 今年啦 今年這樣 中千率只有29% 不到30% 集結在田中 哇塞 你知道那個 我們在都市辦馬拉松 你如果把什麼路段封鎖啊 那個民眾一定會叫罵 你不爽 他要開車或騎車上班上學 就會這個影響交通 可是田中鄉親很熱情 拿著鍋碗瓢門 加油喔 加油 那個誰誰誰 56號的 趕快加油 因為你的那個衣服上 沒有斗邊號嘛 背號 那你在那邊跑 會很有榮譽感覺 哇 好啦好啦 登下登下 然後就拿一個烤乳豬 手邊抓一個 然後是吃的喝的 把一大堆 還有這個地瓜球 什麼的魚丸 全部都免費提供 鄉親都很熱情 甚至八寶粥泡麵 全部都是 為什麼這樣子準備呢 因為壞男的商機無限 比如說 當地有那個準備 伴手裡的正興製迷藏 他們平常的這個宅配客戶 比以前沒有辦田中馬之前 成長了三倍 然後業績在當地觀光 也成長了兩倍多 然後他們在當地 這個田中馬 還有供應那個肉掌 彰化的肉掌 本來就很有名了 然後這個肉掌 本來只在賣在地了 比如說賣彰化 田中 二水 沒有想到現在賣到金門去 他還要擴廠 還賣到全台灣 他的業績銷售20倍以上 然後再加上 在當地的這個 很多的這個民眾 都熱情的參加 他們幾乎辦了 這個酒廠的馬拉松 八天下來 業績這個成長1.5億元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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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